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盐4克 蜜粉15克 再把它板砖 拌到每颗干上有蜜粉炸出来比较酥脆 有人洗锅烧油 我们用的是那个菜籽油 它炸出来和香更加黄亮 好 吸成油温了 这个虾子呢 下的时候要一个个的慢一点 往里面扒 速度慢一点 它就不会粘粘在一起 快来的话 它都会虾子每个都粘在一起 这个面粉裹上的时间不要太久 太久了它会回潮 然后粘在里面 面粉裹上之后 马上就要油温烧起来要炸 这个虾子炸两遍 等油温烧起来炸第二遍的话 它比较香酥 第一步炸干水分 撈起来 第二次把油温烧高 然后再回炸 回炸的效果就是第二次比较香 比较酥 好了 起锅 好 现在这些搞好了 比较香 比较脆 炸到瓢子 它脆脆的响声 好了 这道香酥小胡椒的特点是香脆鲜美 你对我们的厨菜有好的敬意 有喜欢的菜肴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学做菜就关注为仇有菜